竞争白热化 当于投票到下午4点钟 那么结果应该在6点左右就渴望出炉 那么选举的竞争 也让今天的投票情况相当的踊跃 米其党前主席蔡英文 代理主席陈菊 还有前行政院长谢长廷 前副总统吕秀莲都出来投票 而对于这一次竞争的过程当中 甚至出现了四打一的说法 不过大家也都呼吁 在选前竞争 选后还是要团结 而在选战的最够关头保持中立 一身休闲打扮 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到新北市永和 投下党主席选举神圣离票 虽然没参选 却是选战话题人物 候选人许信良更喊出参选 是为了党苏不让他将来卡到阴 尊重他的想法 对许信良频频挑起蔡苏竞争 蔡英文不表态 不过这次党魁选举 候选人四打一的说法始终没停过 不会的 如果你常去看这个民进党历史 内部竞争的时候 其实都蛮激烈的 其实这是一个民主的过程 但是选举完毕的时候 党都会再团结 党主席 党主席包括高雄市的主委 我都是采取总理 我认为党内的选举 毕竟是党内自己的 自己内部的事 可以激烈 但是千万不能分类 代理主席全局现任前最后喊话 即将回归市政 前来投票的他神情轻松 而且行政院长谢长廷虽然选前透露 有支持人选 但镜头前还是坚持保持总理 我这一次是共斗辩 主要是我不希望说 大家都说我跟前院长 过去有些情节 但是我不希望我们两个人的政治据点 是因为我们逆斗 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我就决定说 过去的一切都抛开了 愿意接受新任党体系领导 前副总统吕秀莲也低调参与投票 民进党政治势力即将重新洗牌 党内要脚战时静观其变 女士新闻 综合报道